裡面有程式碼,還有範例檔 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其實剛剛有講過了 這個直接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會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包含第一個 要查詢區 所以我先把這些通通都刪掉 預設裡面應該,我在雲端上有那個 第一個是把它刪除舊的 留下什麼呢 你們原來的範例檔本來是沒有清單 所以其實基本上以後你要批次 批次做一些篩選的話 第一個就是先建清單 裡面的話包含什麼 這一個 鄉鎮市區交易標的 因為單價每平的話 因為它有個range 所以必須兩個條件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所以有兩個條件 最後的話我在這邊建清單之後 回到這邊來看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說增加三個按鈕 包含就是查詢區 那查詢區的話 主要針對 A欄裡面 自動去幫我篩選出來 比如說呢 第一個清單裡面有8遺族重複了 所以這個是從 這邊 遺族重複 而來的 所以呢 會先抓這個 去查 文山區 然後怎麼樣 新增工作表 把文山區放過來 中正區 萬華區 一之類的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剛剛已經有做過了 所以呢 我們把重點提示一下 查詢區 刪除 對不對 所以呢 第一個 先把什麼 把那個 游標放在第一個工作表 這個我想 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忘了做這一行 有時候 游標放錯 這個工作表 就會有 錯誤發生 然後再去怎麼樣 For I 等於 第二個 指的是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去抓 抓到 這個裡面 文山區 的值 丟到 X 裡面 去查詢 OK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自動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 那其他都一樣 所以我們最後呢 實際上來跑跑看 按下去 有沒有 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所有分區 通通出來 所以文山區 看到的這些都有 OK 然後再來 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 再來應該是 房子好像比較不重要 我覺得比較重要應該是 這個 美瓶單價 那你就可以 設一個Range 有沒有 不過 看一下我設的Range 0 到 這個是多少 50 個 10 50萬 這個應該是沒有才對 這個區間 在台北市現在 好像這個 這個 應該是大部分都是這個 OK 因為 這個是多少 不可能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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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的話 應該都是 要50萬以下的應該比較難 OK 50萬以下應該只能住在台北市的哪裡 社子島 社子島 應該還有這個行情 設置島 除了這個好像意外沒有了 所以我們來查查看好了 所以實際R登錄 你把它按下去 每瓶 那它也是一個Range 所以這個是我們把剛剛的 哪一個總價 到哪一個總價中間的區間 所以 區間出來 每瓶0到50的話 你可以看 還是有 只是說可能地段是比較稍微差一些些的 或樓層可能比較 高一些些的 所以這邊 總共會有這些 大部分都集中在 好像文山區 萬華 北陀 可能比較老舊社區的 比較多一些 當然如果說你要買房子 就可以參考一下 這附近的 地段 然後去附近找一下 那實際R登錄 它沒有一個 準確的地址 它只有一個Range 它不告訴你說哪 但是它告訴你說哪一個 就是大概哪一間到哪一間之間 還有就是 有的時候樓層 好像高的樓層 比如說老舊公寓 四樓 可能就是四樓 頂樓的話 應該比較 或者是比較舊一些些 才會辦 才會有這種行情 按下去之後 自動就完成了 除了這些之外的話 當然 你們也可以 把這樣一個範例 用在很多其他上面 開放資料上面拿下來 其實我好像沒有改什麼地方了 直接拿下來 把剛剛的程式怎麼樣 就是 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改 增加清單 增加清單吧 注意一下就是說 你查詢的是第幾欄 條件 都沒有改 有沒有 所以其實直接可以拿來用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我又把最後的完成程式 直接貼到這個旁邊 所以你可以點開來 裡面就有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大概就是講完 P字查詢 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繼續再來看 就是說 如果你要 把一些資料 跟著的